桃園机场呢又是被揪出来一堆的问题 包括了刚刚所看到的说 怎么在外面一瓶14块钱的矿泉水 进了桃園机场要80块呢 这是在坑人吗 而且桃園机场是国家门面 每天外国人进进出出的 结果竟然被揪到蔡英文 桃園机场又出包 宣传国内美景 但印在美丽景点上头的英文 真的有够蔡 陆克最爱的日月潭 Summer Lake的月亮梦 N居然多长了一只脚变成M 被旅客踢爆 机场人员赶紧用黑色胶带 勉强遮掩一下 单字拼错文法也有问题 造型优美的协章桥 照片上还真的照字面翻 练成The Beauty协章Bridge 中间的界隙词of凭空消失 补救的方法也用同一招 贴起来眼不见为净 应该重做 应该重做 而不是这样 对 这样有一点 就是偏移形式 国家门面蔡英文 拼法文法都哩哩啦啦 外国游客看不懂 什么窝口 这是哪门子宣传台湾 中天新闻 简正峰桃園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